一夜之间,人民币突然暴力拉升一千点,在这场中美耐力赛中,美国终于扛不住了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狂飙猛进,涨至7.16比1,可仅两周前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在下跌通道,一度跌破7.3,一边是人民币不断降息,而美元持续加息,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息差。 很多中国资产都向美国转移,宁愿去美国持利息,实在去不了美国的,也涌入了香港,通过金融中介公司,购买美元理财,年利率可以突破8%,这就为强势美元形成了一种红锡效应,可这种红锡效应不是没有代价的,它的代价就是美国的金融成本被不断推高,美国国债利率接近5%,银行理财收益率充上8%, 美股也是一路狂飙猛进,市值持续创造新高,可这种金融繁荣是以实体经济为代价的,利率越高,对实体经济的吸血越猛,这就像是一个气球,它不可能无限吹大的,一直吹就很容易泡沫破裂,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危机, 因此当美元资产的金融成本扛不住的时候,全球资本就会撤出美国,作为代价,大量的美国中小企业会破产倒闭,美国失业率也会瞬间被拉爆,整个经济进入衰退期, 这是美国政府要追求的,就不是高通胀,高利率,高增长了,而是压低通胀,降低利率,脱缩向时,引导金融资本进入实体制造,恢复就业,以实现美国经济软着陆,要是硬着陆,那就完独子了,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,将再一次爆发, 也就是说美元走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,就是美元是否开始降息,降息,不只是美元收益开始下跌, 它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,美国经济扛不住了,承担不起高利率了,美国经济开始逐步衰退,这种衰退不一定是持久的,因为畅衰美国数十年了,但美国经济一路上扬,我们讲的衰退,是一种周期性的衰退,是可以修复的, 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,美国经济陷入衰退,但中美联手,一起走出次贷危机后,实现了共同繁荣,可对全球资本而言,即便是周期性的,短暂性的衰退,也会引发市场恐慌,没有人知道,美国经济能不能软着陆,万一硬着陆怎么办, 这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撤离美国,寻找一个安全的避风港,等美国缓过来了,再重返美国,这个安全的避风港就是亚洲,不只是人民币暴涨了,日元也暴涨了, 这就意味着海外资本,不一定是看涨人民币,或者日元,而是彻彻底底的看跌美元,人民币最大的优势,不是升值,而是稳定,在美元一周期时,赚不赚钱在于其次,保值,守住财富,才是低位的, 对美国而言,非农指数是一个重大就业指标,可美国7月非农指数发布后,震惊全球,美国非农就业人口仅增长11.4万人,创造2020年以来最低值,远不及预期的17.5万人,也不如6月份的20.6万人, 这种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数量的断崖式下跌,只能说明一个问题,拜登政府在就业数据上造假, 可随着美国大选的开启,拜登政府制造的虚假数据,都会被共和党推翻,当潮水退去,究竟是谁在裸泳,想瞒也瞒不住了,失业率一上来,美联储就必须降息,给美国企业减负了,不然大批中小企业倒闭,麻烦就更大了,原本美联储想撑到2025年以后再考虑降息,但现在撑不住了,必须提前降息了, 原定计划是美元一次性降息25个基点,可现在要一次性降息50个基点了,根据花旗银行预测,美联储会在今年的9月、11月,分别降息50个基点, 进入12月,美联储还将降息25个基点,也就是说美联储今年下半年,累计降息最高可能达到125个基点,这是一个确定性的降息预期,当降息预期已经确定时, 全球资本撤出美国就是必然的了,几乎一夜之间,美股也被带崩了,到琼斯指数狂跌900个点,英特尔股价暴跌27%,蒸发了2448亿元, 英卫达、微软、谷歌、特斯拉等美国高科技公司,那是全线下跌,为什么英特尔跌得最惨?因为它油银转亏了,去年二季度,英特尔还赚了15亿美元的净利润,今年二季度就巨亏16亿美元,为了减少损失,英特尔32年来第一次停止了拍戏,黄金、原油也都有涨转跌,人民币正在进入新一轮的升值通道,这不是一次性的, 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,在我看来若是美元降息力度足够大,今年底,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有望重返6的时代,那么是终于要熬出头了,美国七月非农新增就业远勋预期和前值,失业率近三年最高,于是周五晚上,大家又看到了瀑布,道指盘中最深跌约990点,纳指和纳指100从历史高位回调超10%, 全州均跌超3%,芯片股指收跌超5%,且全州跌近10%,恐慌指数VIGS创去年3月来最高,英特尔暴跌26%,亚马逊一度跌近13%,同时美元指数跌超1%至4个月最低,日元最高涨2%,升破147%,人民币半年新高,人民币汇率来到了7.17%, 其实本次事件最大的收获,是证明了金融战是真正切切存在的,否则美股跌跟人民币汇率涨又有什么关系,聪明的朋友马上就意识到,既然美股跌是为了让美联储9月份降息,变得可以被接受,那岂不是说人民币降息也不远了? 不过结合目前的政策给出的信号,我还是暂时认定,我们的首次降息起点,可能明显晚于美联储首次降息起点,如果9月份美联储降息,那我们更有可能在12月份附近启动降息,因此真正对我们重要的已经不是央妈是否降息,而是能否快速且具有暴力属性的降息,俗称推背感。 按照海外的很多大咖的研究,兔子之所以一直没有降息,也没有发钱等方式就是,有几个原因。 首先如果像美国那样直接发钱,有可能引发暴力通胀,那就是重低收入家庭倒大煤了,毕竟美国人的通胀可以转嫁出去,人民币不是储备货币,根本没法转嫁出去。 也就是说如果简单粗暴的直接发钱给老百姓,国内的通胀严重程度,可能远超美国那头,那么超过10%的通胀压力,或许就会变成现实。 其次也想趁着金融战的外部压力,正好调整一下地产的高周转、高负债模式。 不过截至目前,这个调整并不到位,因为模式没有改变,只是死了更多的开发商而已。 再次雇本培元,就是通过拉升新制生产力,努力提高大家未来的收入,来部分替代地产的价值。 有关这点也被证伪了,本次金融战已经让我们充分见识到下面的一点。 中国房地产不纯粹是固定投资,也是居民家庭的资产和收入来源,楼市崩,则必然带动收入崩。 反之亦然,这意味着妄想楼市调整的同时,不影响居民家庭的收入,认定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想法,已经彻底失败了。 要大家收入增长,楼市价格必须上涨,楼市价格不上涨。 首先是中低收入家庭,先因为失去工作而倒霉。 这就像现在美股与美联储降息之间的关系一样。 我们无法想象,美股暴跌的同时,美国人民还可以保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。 美股暴跌,就是资产缩水,就是收入断崖,就是消费吐血,就是财税承压,就是经济衰退。 我们只要把这句话中的美股改成中房,逻辑是一致的,也因此美股暴跌。 美联储是要快速降息,那么中房继续下跌,也需要羊妈快速降息。 眼下人民币汇率保卫战,也要接近为生,给了羊妈放水的巨大空间。 这也意味着后续中国楼市和股市都是充满新希望的。